第六百零五集 君木林表示到时候一定全方位支持 然后话题又绕回原点 你说如果能见到那位姓凤的皇后 就有可能止住这场大笑 是为什么 那位皇后能修复郑柱 莫非郑柱是她不的 她摇头 她主一我主都 我们都不会修复郑柱 郑柱是一位主悬之术的人布下来的 我们都没那个本事 但是我从风书生的话里分析出 她应该是带着介子空间过来的 那么说不定里面就会有潜水设备 那样就能够满足长时间潜入海底的条件 君木林听不懂什么叫潜水设备 潜水还有设备 但是她就是有一个好习惯 那就是听媳妇话 媳妇说的都是对的 既然媳妇说有办法 那就一定是有办法 只是要如何才能见到那位姓凤的皇后 这个问题依然无解 两人无奈地回了帐子 白鹤染同古师田开朗交替看诊 如此又是三日过去 她算计着 最多再有两天 医疗队就能到了 这日清晨 有将士来报 说海潮彻底退了 青州城已经能进人了 虽然临近西城门的地方还有些水 但也伸不过脚踝 估计再有几日就会退出东秦地界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退回原稳的海岸线 那被海水淹没的唐兰国会不会重现天日 这是好消息 可同时也有个坏消息 那将士说 青州城的西城门被大啸冲毁了 城墙又一块倒塌 大啸冲进来时 许多东西也都跟着被冲了进来 都是唐兰国的遗物 还有遗体 如今青州城尸横遍野 那些尸体都是被水泡过的 又肿又胀 有的都看不出人形了 十分恐怖 白鹤染的煤就拧了起来 这几日海潮退 太阳也照常露头了 雨下得愈发得少了 正常来说 西边的天气都冷得早 可因为这场大啸 生生将气候打乱 青州百姓说 今年的天气比往年暖和许多 根本就没有入冬之意 倒像是中秋 这样的气候 青州城又失衡变异也怎么能行 那不是干等着生意呢吗 君木林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当时就挑了帘子走出帐外 开始吩咐增派大量人手 前往青州城 目的就是将那些尸体集中焚毁 除此之外 还得修复城墙和城门 否则刚烧完一波 就会有下一波尸体再被冲进来 唐兰虽小 但也是一国 一整个国家都没了 得死多少人 尸体是怎么都分不完的 等到大朝再退 会有更多的尸体展露出来 他几乎不敢想象 大朝退后的唐兰国境 会是个什么样子 只怕到时候 一到城墙 一到城门 根本就挡不住疫情 青州将面临更大的灾难 所以山里的百姓 短时日内还不能回家 即便青州已经没了水还 也不能回去 除了不知道大校 是不是真的结束之外 他还担心唐兰的灾情 会令青州城也跟着沦陷 就算有白鹤染灾 他也只是一个人 以一人之力又如何管得了一国 那得放多少血 将士按照吩咐去做了 只是修复城墙城门的事 得向楚山城求援 好在这时候 白家三老爷白星仓 带着兵马赶到 少许寒暄之后 留下一部分兵马支援军木领这头 其余的 则由白星仓亲自带着 立即投入到青州城的重建之中 白鹤染不放心 叫上青州城逃难出来的 大姑娘小媳妇一起连夜赶制了无数草药包 交给白星仓和随行的将士随身带着 以免疫情横生 但疫是肯定会生的 白鹤染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甚至已经开始 每天适当地放一些血出来 既要保证自己的体力和生命安全 又要做好血液储备 以备不时之需 其实在来时路上 就应该隔几日就储备一些血液 留待后用 但是他还要赶路 体力不允许他那样做 便只能等到了青州安顿下来 才能考虑这些 楚山城数家医馆 筹集的药材送了过来 洪家运送粮草的队伍 也到了楚山城 待穿过楚山城 就可以直奔山脉来了 白鹤染很高兴 再过两日 东公园的医队到了 当墨渝把消息传递给他时 白鹤染才是真的松了口气 他的医队到了 他便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有了帮手 只是他和君木林君木熙 谁都没有想到 跟着一队一起来的 还有当朝嫡公主君灵熙 以及户部尚书冷兴城的女儿 冷若男 当这两个人 跟在东公园和宋石身后 笑嘻嘻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 君木林的头都要炸了 君灵熙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 两只手拧在身前 晃来晃去地看着自己的四哥和十哥 一会儿又瞅瞅白鹤染 心里思索着 该先找哪一位说好话 可惜 看来看去 面前这三位的表情都是一样的 都是那种恨不能立刻 就把他给送回京城的样子 就连他们身后站着的丫鬟 和随事都是一个德行 盯着他就像在看一个怪物 君灵熙就不高兴了 见着我没有惊喜和热泪欢迎也就罢了 就怎么还一个个板着个脸 我跟你们有啥深仇大恨是怎么着 我不是你们的妹妹怎么着 做何这样子看我 十哥 你把你那双紫乎乎的眼珠子收回去 再瞪都要瞪出来了 还有四哥 你几天没挂胡子了 我不喜欢你现在这个造型 燃姐姐 你瘦了 是不是想我想的 我就知道你想我 所以我就来了 我要是说不想你 你能回去吗 不能 我好不容易来的 打死都不会 白赫然一个头两个打 君灵熙 你别告诉我是父皇母后让你过来的 打死我都不信 当然不是他们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不然我怎么可能跑这么远 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 感觉真是累极了 她的小脸垮了下来 燃姐姐 你让我到你的帐子里歇一会儿睡一觉吧 我快要被马车给颠散架了 知道长头马车能把人颠散架你还来 白赫然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位小公主 君灵熙 你说父皇母后不知道你跑来青州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跑了 境里会如何 宫里会如何 父皇母后会如何 好好的一位嫡公主丢了 让她们上哪儿去找 青州西边水患已经够朝天喝一壶了 整整一座城都没了 还死了那么多人 这何止是损失 这几乎就是毁灭 这种时候你不在宫里好好陪伴父皇母后 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来给你帮忙啊 君灵熙达的理所当然 我知道我是当朝嫡公主 所以我肩上也是有担子的 我也是有使命的 我不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子民在受苦受难 而我却还是在皇宫里紧因御食 这种时候我就该跟我的子民站在一起 我就该跟他们同甘苦共患难 哪怕他们渴了我给他们端口水 他们饿了我给他们端晚饭 这是我的一番心意 也算我为青州做了事情 如此我的心里才能舒坦一些 山地能安营扎寨的地方不多 所以人们住得十分密集 就是皇子和公主的丈子 也都和普通百姓挨得很近 衣队上山原本就引来了许多人围观 君灵熙的话被围观百姓听得一清二楚 人们纷纷叫好 毫不吝啬地赞扬这嫡公主的品格 人们都在说 这才叫当朝公主啊 这才是与百姓同甘苦共患难的公主啊 说着说着就有人跪了下来给君灵熙磕头 一个人牵动一群人 很快的所有人都跪了下来 其一声高呼 提公主千岁 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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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灵熙当时就膨胀了 跪拜这种事她不在意 毕竟从小被拜到大的 早就习惯了 可是像现在这种 带着崇拜的高呼千岁 那还真是头一回 这一声声千岁喊的 君灵熙的嘴都合不拢 当时就跑上前去搀扶群众 一边搀扶还一边大声地说 大家快起来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不但是东秦的公主 我还是嫡公主 我的母亲就是皇后娘娘 所以我应该比其他人更有责任 一听说吴安海起了大笑 一听说青州城要保不住了 我在京城就也待不住了 瞒着父皇母后跑到了这里 就是要跟大家在一起 帮助你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现在我的哥哥姐姐生我的气了 怪我任性 你们快帮我说说情 让他们不要生我的气 把我留下来 好不好 不得不说 君灵熙这招实在是太狠了 她都学会利用群众了 然而 没有最狠 只有更狠 她不但利用群众帮助自己 还帮助了冷若男 就见君灵熙一把 将冷若男给拉到自己身边 指着她跟无数百姓说 还有这位 这位是户部尚书家的迪小姐 姓冷 也是为了这次大笑 特地过来参与救灾的 大家一并帮着求求情 让我们留下来 让我们跟大家共困难 好不好 外星沸腾了 纷纷叫好 开始齐心合力地替她俩 跟君墓领君墓熙二位求情 甚至有的人跪下来给君墓领磕头 一边磕一边说 求求石殿下了 让狄公主留下吧 公主皇子都在 咱们才有主心骨啊 有人比较理智 听她这么说就有了反驳 不是已经有了天赐公主吗 其他人立即反驳 天赐公主跟狄公主 那能是一回事吗 天赐公主是后家封的 狄公主可是皇后娘娘亲生的 这谁签谁书 这不明摆着吗 人们一听说这话也觉得有理 于是理智的那位也不止声了 大家伙又开始一起 求君墓领让狄公主留下 顺带着还求让狼若男也留下 有人笑声在下面说 这种皇权贵族留下得越多越好 他们的命可比咱们金贵 只要咱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 那就有活命的机会 是啊 现在青州都已经乱成这样了 家都没了 没有这些皇子公主保着 咱们吃什么 喝什么 你看 他们在 楚山城就会往这边源源不断地送粮 还有那些药材 都是天赐公主点着名要的 谁也不敢不给 只要把他们全部都留下 咱们才能好好活着 于是 人们求情更下力度了 君墓领差点没让这帮人给气死 当然最气人的还是君灵溪 因为这都是被她给鼓动的 可是君灵溪的想法就比较单纯了 她只是想要留下来 却根本没想过 这些人之所以替她求情 是想将她困在这里 以此来要挟朝廷不能不管他们 君灵溪利用群众 可是她和冷若男在这些群众的眼里心里 其实就是人质 人性就是这样 非亲非故 我帮你 必有所图 灵溪 跟四哥回营仗 君墓溪走上前去 抓住君灵溪的手腕 留下可以 但是你必须听我的话 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 自己 哪里也不能跑去 君灵溪乐得一蹦牢高 就知道四哥最疼我 四哥你放心 我一定听你的 我一定跟着你 走哪跟哪 那什么 四哥 要不我睡你的杖子吧 君墓溪拍拍额头 我同你十颗主意证 你跟你燃姐姐挤一挤吧 君灵溪搭了了脑袋 回头往白鹤燃那里看一眼 有一点心虚 四哥 燃姐姐不会打我吧 你看她那个表情 明显是生气了 四哥 我打不过燃姐姐的 你得帮我 君墓溪手上的折扇 啪的一下 打到了君灵溪头上 你燃姐姐 心疼你都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她就算是生气啊 也是因为担心你的安危 回头呢 跟她道个歉 没事的 哦 那十哥呢 君灵溪被领进了帐子 看着她四哥贴了水壶 将半温的水 倒在了一只盆子里 又将一块崭新的布巾 摆到盆子边上 她心里不好受了 四哥 我这次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我是不是太任性了 四皇子实想 还不算太笨 行了 快洗洗脸吧 看你这一脸尘土 哪还有个嫡公主的样子 也就是 到了我们面前来说 只要是我们不在 你说你是嫡公主 你看看 有无人性呢 我知道我样子不好看 君灵溪也不便捷 老老实实地洗脸 只是告诉她四哥 十哥来了 你跟燃姐姐 也随后追了出去 我实在是待不住了 就算九哥在京里 我也待不住了 四哥 你一会儿帮我跟十哥 和燃姐姐求求情 说点好话 我知道刚刚鼓动百姓 把他们气着了 但是我也没办法 我就是不想回去 我想和你们一起 面对困境 想设身处地 参与到这其中 她把布巾按在脸上 鼻子发酸 滴滴地抽气了两下 君沐西走上前 轻拍她的肩 委屈了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九皇子君沐楚 宝贝 听神异毒飞了吗 什么 没有 哼 你不该反抗我的命令的 来呀 押近阎王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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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